他会在洗衣浪偷偷地拿我这套制服 套在一个浪浸 摸光珠就拍上去 当是我这样又刺又刺 还听到他小小声地说 就说姐姐好漂亮啊好滑啊 欢迎收睇港南港女,我是Hanky 我是Mika 我们今天又有一个乱论的个案 不过呢,这个是子弟 但是呢,就耻乱非乱 首先讲一下乱论你有什么定义 有血缘关系 然后呢 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性的关系 接触 他们是有血缘关系 但是是不是去到性的接触呢 他这里有点踩界 虽然有些 就是双方似乎是有些高潮的行为 但是是有些踩界 那是挺棘手的 那我们即管听一下 利利 他自己的现身说法 那听一下 开始之前 请先告诉大家 我们首先就声明 我们不是推崇 乱伦还是不乱伦 我没有说支持还是反对 但是我只是让那个 一个嘉宾的故事的当事人 说回自己的经历 只是这么多 是反对还是支持 是各位自己心里面的做法 与我或者Mika自己是没关系的 好 那我们请利利出来讲一下 也都不要走去人欲搜索利利 希望大家尊重一下当事人 因为有些人真的很有空 凭着他的首先有些蛛丝马迹 你用你这个能力去赚钱 对啊做些好事 好了 利利你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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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了声的了 我肯定你亲生妈妈也认不到你 你放心 那当中牵涉一些 比如说你的住址 年龄 可以不说得这么实 或者职业 你可以不需要说 或者不需要说真话 比如说你住北角 你可以告诉我你住油麻地 不影响你本身那件事件就可以了 那你这件事呢 我在WhatsApp和他谈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很震撼 你已经听了很多故事了 你还会震撼 震撼震撼 即每次那个乱论 其实都有 即不论你说他对还是错 合理还是不合理 是有他自己的理由 是有他自己的 不会突然爆出来的 有一些事情 那他这个理由 我都评论不了 对还是不合理 即我都说不清 但是这件事就是发生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你自己讲一讲 简单的家庭背景 和你和弟弟的关系 去到什么时候又会发生这些事呢 我弟弟就小我六伤 我从小到大都讽认他 他天生的脚是有缺陷 所以就会给我矮半个头 还要用一支拐杀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老爸就有了第二头家 所以就已经走了 在那一刻开始 就只剩下我妈妈 我嫂妇公公 和我们两子弟 他们就住在一起 第一年前 我大学毕业之后 出来工作 做了好几年就升职加身 所以有点能力 我就接了弟弟搬出来住 因为给他一个较爽的地方 方便他生活 我弟弟很生性 很听话 所以也成绩很好 虽然他成绩很高 但是他会因为自己残缺而很自卑 有儿子都大 是没有朋友 他的残缺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受伤 天生的 他有很多东西都会 他就收拾了买 又告诉我 嗯 到了很多时候 我要 他用圈套去哄他 他才会说 他就说 不想我担心 其实他不说 我还要担心 他住了一段时间 一切都相当无事 直至有一次 公司就搞推广 那我就要做那些模特 就帮公司去订造那些制服 那套制服呢 那套制服呢 是滑绿绿那些很亮的背心 扮绿绿那些是吗 是 但比绿绿更亮的 它好像有点焦焦的 是是 明白 那他又在背心 然后有一条很高叉的迷尾骨 嗯 整个背脊是没有任何遮挡 你会看到 而且走路的时候呢 那条线呢 又会摸摸摸摸摸 这个叉很高 但是你是负责买 还是负责穿的 他负责穿的 他是模特 我是做模特 哦 我做人形模特 去给其他 其他 就是做 真的做会剪的模特 那些人穿的 哦 人形模特 就是你做示范 就是你穿了给他们看 是的 我是一个人版 是 你给那些真的做模特的姐姐看 你穿完就是这个效果了 你穿完就要这样穿的 是的 那你做这个模板 跟你弟弟没什么关系 但是呢 因为我自己呢 在这个会展 就是展展会完之后 我就 当是 家里的衣服穿 好了 那跟着你 穿了 那又怎样呢 不好意思 你这个身形是不是 如何呢 就是你是那些 就是很渺调啊 又不同的嘛 不过你做得人 你模板 应该都正常身材 是吧 我正常啊 是 但是我自己不 我相貌普通 又不太美 是 其实老人习 是 ok 那跟着你怎样呢 在家里穿的时候 我弟弟呢 就 甘甘地看着我 是 我走到哪里 他又跟到哪里 我问他搞什么 是 他就是低头 咦我 不知道说什么 那 慢慢呢 我在家里穿这件制服的次数多了 我发觉他在我不在意的时候 会摸我的裙子 是你穿着的时候摸你的裙子 还是你不是穿着的时候摸你的裙子 穿着的时候 有穿着的时候 有穿着的时候 那不是叫摸你的裙子 有啊 是摸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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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没有摸到我的身体 就是裙尾那些 就是裙尾那些 那有一次我跟他呢 在沙发呢 就看电视的时候 那他也是同样啦 就手又慢慢呢 就在摸我的裙子 是 但是摸摸一下呢 就慢慢摸到我大腿那里 有点错 但是我又没有抗拒 那接着呢 我想 为什么我没有抗拒 因为和他都挺亲 因为真的一个 相比起 就算是妈妈 婆婆公公 他都是一个最亲的 而且我都很照顾他 但是有时候 亲还亲啊 就是亲人那种亲 和他摸大腿那两件事 是啊 亲人和性呢 就是两件事 我都会拖着我妈去逛街 有时候 或者我都会摸着我妈的手 但是 那个意味是不一样的嘛 是啊 就是我知道这个不是性 是我对我妈妈有关心 或者他不开心 我会哄他 所以我捉住我妈的手 或者怎么样 我好奇问一句 你之前有没有拍拖经验 或者性的经验那些呢 你没有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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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像啊 所以你没有的原因 是你自己选择啊 还是你没有遇到对啊 还是什么原因 以前 有男孩追的 但是 我又没有感觉啊 而且我放不下我弟弟 不是 有小到大 我除了上班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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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我弟弟 我会很担心 我会 我会 常想他会不会跌了 我怕他找不到我呀 所以你弟弟的所谓的缺陷 就不只是外貌那样简单 他实际的行动 或者照料自己是沒有那麼順利的 沒有那麼需要別人的幫助 是不是意思? 是啊 你沒有拍拖的原因某程度上就是 可能你是不是覺得你拍了拖 你有少少丟掉了她的感覺? 可以是的 可以這樣說是嗎? 我又沒有可以這樣說 你有沒有一刻真的對某個男生覺得 嘩其實我對他也有些感覺 但是你可能閃過你弟弟就不如算了 從來沒有試過 你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有感覺過 是 OK啦 你沒有性的經驗 現在弟弟摸著你的大腿 你知不知道他摸著你的大腿 是一個親人摸著你的大腿 還是一個有性的意味去摸著你的大腿 我知道是有性的意味 但是我越來越喜歡 所以我不忍心推開他 但是你想不想? 你不忍心推開他 但是你自己究竟是想還是不想呢? 因為我聽下去了 你人生好像奉獻給你弟弟一樣 你好像沒有你自己的狀態 你某程度上有沒有想過你自己的想法呢? 沒有啊 我就會想 我以前弟弟也不會這樣 他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我不會推開他 但當他摸完 我還會在心裡幫他解釋 就是 弟弟也是男人 對我有幻想很正確 我比較想了解是 過一次之後呢 他還有沒有進一步 那次是否摸完大腿 拉回裙子就算了 就完了 還是他有keep going 還是怎樣? 之後是我 我之後就沒有 是 我見他這麼喜歡我這套滑滑滑的制服 那 我自己好像坐在那裡一樣 我每個禮拜會自動穿兩三天 有穿的時候 他有意無意就會給他一些機會 他就親近我 在他色情色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覺得很矛盾 我還發現了好幾次 就是 他會在洗衣籃 就偷偷地拿我這套制服 那套在一個籃子就不能夠 然後呢 就 摸光珠就拍上去 就當是我這樣 又石又拆 還聽到他小聲地說 就說 姐姐很漂亮 很滑 很細金 然後洗衣服的時候 我發現 在你的裙子裡已經有少少跡 還有少少生氣 那他做這一切的事情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他很寶寧 我覺得有時候我還會很大膽 就在想 不如我滿足他吧 只不過是在裙子裡摩擦而已 又沒有知道 又沒有做什麼 我現在不是問你覺得他怎樣 我問你的感覺是什麼 即是你自己 你是 感覺 幾好 感覺 怪 有少少不舒服 我覺得他好 還是什麼 你現在還是回答你覺得他 我沒有啊 你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我沒有喝過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會比較會覺得你要想一下的事情 嗯 因為你從小到大 我不知道你家人還是什麼影響 你永遠都是想你弟弟 我明白的 很正常的 因為他被我弱勢 嗯 是不是 但你現在是 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是 你將自己變成不是一個人的狀態 嗯 去滿足他 失去了自己 是啊 因為你現在想的是說 嘩 原來我的衣服 他那麼喜歡 我的人 他又那麼喜歡 那我就給他那件衣服 他去 去做什麼 做什麼 但是你從來沒有問過你自己 究竟你自己是否喜歡 究竟你是不是ok這件事 而我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ok這件事 不ok這件事 但以我聽到剛剛你說 你下意識會想拔一下裙子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下意識才是你的潛意識 我覺得 我覺得 應該 不應該 但是 另一方面 我也知道 弟弟 他有缺陷 所以 他沒有經驗 他沒有 沒有 沒有機會 我覺得 我覺得他很火鍊 ok 我們儘管看完故事發展 看看你件事發展去哪裡 我們再討論 就是你應不應該想一下自己 我之後就 買了多幾件那些 性感的 吊帶睡衣 就是你WhatsApp 發給我那幾張 是嗎 是 那他就 在WhatsApp那裡 發了幾張 我給你看看 這幾張 就是沒有露養 但是就見到是 其實你身形是 挺好看的 他是身材挺好 挺漂亮的 好啦 那弟弟有沒有對你這些 吊帶睡衣 又令面 有些無手無腳 或者 你跟他做了些什麼行為呢 之後 初時 就 我一天 就一款衣 換一套新的 接著 又不穿bra 那當然就看到我弟弟 你明白我說的 是 特地不穿bra 所以你剛才 發出來的那張圖 也有少少飛釘的效果 就不是我看錯的 是 因為我們 放相片出來 那時候 我們為了保護當事人 我們 嘖了少少 大家觀眾不要介意 那就是 以下這幾張圖 剛才展示過這幾張圖 你特地不穿bra 那弟弟應該會看 我每次穿 我們都會 在沙發上抱?在床上抱? 在沙發抱? 然後他就會這樣親我的胸 我是被他親到高潮 很想推開他 所以想他不要停 你是想推開他還是想他不要停? 所以就是很矛盾 你又很high 你又知道要推開他 但你另外一方面又不想他停 你又想他繼續去疼我的胸部 他怎樣疼法? 可不可以簡單說 他是為了疼我的頭 是隔著衣服的? 隔著衣服的 他有在我背部磨洞 但他沒有伸手在下面 但我這樣做這些事情 我弟弟怎會撐得住? 那有一天下班 我回來 我看到我弟弟又是掩著門 摸光珠 在籃枕上套了我的制服 那我看了一陣子 我覺得很難過 我那時候有點顏濕 平時我會 黑不開的 但那天我站了一陣子 就入房 我是坐在他的床 我不知道是他太投入 當他發現我太出現的時候 他嚇到縮在一邊 然後就不敢看我 我們沉默地對著大家 一陣子 我看到他的樣子 不佔大 我很想换住他 就在籃枕那裏 脫下制服 我叫弟弟轉身 不要看我換衣服 我脫了 換好制服 上床就抱著小孩 我慢慢就 開始疼他的臉 我疼到嘴裡的時候 我跟他就開始接吻 我弟弟扯在旗 他在我身上不停摸 最後他 在我身上疼頸和胸口 他一邊就在我的瓶磨擦 他也磨擦了很久 磨擦他的下體 是嗎? 是的 最後他寫了我的裙子 一太大 那時候 我換了我弟弟答應 幸好自己一個人 偷玩那裏 我限定 他每個星期 只可以跟我玩 一兩次 現在的時間 我會繼續穿那套 睡衣或者那套制服 要穿要摸 我也能由他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 我看到弟弟那麼開心 我就開心 你自己有沒有性興奮的呢? 是有的 是差不多 我每次都會喘氣 叫他不要 但是其實 是每一次都 吃到我高潮 但是到這裏的話 那你還有沒有做一步 來跟你弟弟那些 我們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試過進入的 也都 每一次都只是在裙 或者褲上面 就 射濕了 是 我問清楚 你首先你沒有進入你的下體 他的下體沒有進入你的下體 是 也沒有用口 口膠的 沒有的 雙方都沒有的 你有沒有用手 幫他 就是 用手 來摸他 摸他 或者怎樣 打飛機 什麼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們每一次都是 最多都是他 從腳射到我 到我頭 甚至有時候 會 把我的吊彈 放下來 然後直接射我 但是其實 之後每一次都是 他在我的裙 或者褲上面 就開始磨擦 到最後就 射在我的衣服上面 你覺得你弟弟之後 會不會有一步 你們兩個 會不會他想 就是有一步 他直接脫掉你的衣服 然後 對著你 發洩這個性慾 因為初頭 所有事情都是 啟發自己的衣服 你沒有衣服 就沒有這麼大的慾望 那現在 會不會把這個慾望 移植到你的 你的肉體上 而不是那件衣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是感覺到他 已經 對著我 那個性慾 對著我 而不是在這條瓶上面 因為他有時候 想 在下面 進入我的 有時候想 在下面 磨擦 但是我是 要求他 好 那萬一有一天 他真的很想 你覺得你會不會 滿足他 而你又看到他很可憐 是 我想到 我沒有想到那麼長遠 我現在就問你 你會不會 你覺得你 你現在想一下 你覺得他真的去到那一步 你會不會 可能會的 我都 是 幾多 真是有 性的 高潮 有時候 我會覺得 會不會 我本想他不要停 因為沒有正式進去 所以我沒有想到是 亂倫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覺得 暫時還沒有真實的亂倫 因為沒有身體進入 我想問你 有沒有想過 你和你弟弟的未來 可能是怎樣 嗯 你是想 我想他開心 你想他開心 那你自己呢 我沒有想 你沒有想過 我也聽到很多 類似的故事 但是為什麼我 這麼關心這個案子 一來就是他沒有想過 你覺得我剛剛 是這樣強調的 嗯 沒有想過這件事 你說合理 是合理 但是我覺得很危險 嗯 是的 因為假日 你有一天想想 假日有一天想想 假日有一天你想到 的時候 你弟弟已經這麼依賴你了 你是不是可以期望 你一輩子都可以 貼在你弟弟身邊 到時你走不走 沒有說走不走 你會很拉扯 或者你會甚至不知怎樣做好 嗯 第二就是 你一直跟我強調 你弟弟很可憐 我都覺得你弟弟很可憐 但是這個可憐 是不是永遠要幫他 好像圍城在城堡裏 這樣保護他呢 嗯 甚至 你說他有性需求 嗯 當然啦 我知道香港對於殘疾人士的 性需求這種 提供的服務是非常少的 以我所知 可以守天使的 是的 但是 我覺得有時候想的是 很多 我估計很多殘疾人士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很想落力令到他們 他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嗯 但是如果現在你和他這個狀態 他失去你不行 嗯 他失去你 他就等於 他現在身體上 我覺得勉強地應該都能治理到 這樣聽起來的話 或者可以有其他人幫 是的 但他應該大致上 因為他回到大學 你沒有期望24小月 然後回到大學 是不是 但是如果心理 但是心理上 你和他黏在一起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 你弟弟 他失去你不行 這件事其實是 我覺得幾是一個問題 嗯 就是 人與人之間 就算夫妻小朋友都好 人與人之間 也有少許界線是好一點的 嗯 但是你弟弟 當你和他去到這個關係的時候 你們兩個之間已經沒有了界線 嗯 我不是說 你沒有想自己是很大的問題 我也不是說 有些人永遠奉獻自己是問題 而是你這樣的奉獻 對他是不是真的好呢 有一天你擔心是害了他的契機 是啊 你永遠想著他是你可憐的弟弟 那他就是可憐的弟弟 嗯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 你是真的 你不是說推他 或者是鼓勵一下他 給他一些信心 他自己 讓他嘗試一些 正面 或者他自己會有些自信心的事情 可能他就認識到朋友了 說真的 很多都是有這些狀況 我猜的 那是不是個個都認識不到朋友呢 我猜應該不是 但是我意思是說 是不是他身體殘疾 就代表他沒有任何人際交往的能力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嗯 反而我覺得 他是有困難的 他一定是被人試的 我也覺得他一定是遇到很多被人更加困難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永遠就被他躲在一個安全的範圍裡面 然後你無條件什麼奉獻 一起對他 是不是真的好呢 我覺得你要想一下這件事 嗯 我就 其實我自己覺得 嗯 Mika剛才說 你要想想自己 我覺得 我也同意就是 不一定說奉獻自己就是等於愚蠢 嗯 就不行 嗯 但是我 我想遠一點 嗯 沒有說對於錯 但是五年後 十年後 我回顧我今天的做法 是不是都無悔無憾呢 嗯 是不是都對他好呢 你可以想多一點點 那結果可以是一樣的 我覺得二十年後 十年後 三十年後 對他都是好的 那你去做吧 那但是 我想Mika自己想提醒你 是不是真的好呢 你可以想多一點點 因為Mika擔心你想得不夠全面 最低限度你沒有想過你自己 剛才你也都承認了 我未想到他將來 未想到他之後 之後 對不對 不過現在這一刻 我先滿足了他 我是怕你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你才發覺 原來這些都不是你想要的 我就想問一問 你呢 你呢 就是你都說 我一些性興奮什麼什麼 給你選 你想和這種興奮這種高潮 給你選 你想和弟弟做多一點 會滿足你多一點 還是我另外找個男人 另外找個男朋友 你這個問題不成立 他沒試過和其他男人做過 我現在就問他 如果你真的要搞 要進入你的身體 你都沒試過給我對比 就是他的意願 你問一下他 你看看他怎麼回答 你明白嗎 就是都要興奮的 興奮是對你好的 興奮的是 你是開心的 你是滿足的 是過癮的 你是prefer 用你弟弟的身體 還是另外一個男人的身體 我想要選 不是我弟弟 我會選 其他男人 這個是我們 跟你說了整四十九分鐘 你第一次說出 你對其他男人 其實都有某程度的興趣的 不只是想我弟弟 的可憐 就是如果 那天給我選擇 那天像一個機會給我 其實我對其他男人的身體 都是有興趣的 始終我 我和Mika不是在你的家庭成員裡面 我只是brainstorm一些idea 除了這樣之外 會不會還有那樣 除了這樣的方法 會不會還有那樣 我們之前 其實有些 我記得有個媽媽 她的兒子 都不是弱智的 是有某聲毛病 而這種毛病 其實有一點像 就是沒有人看得起她 就是很容易被人歧視 外形就是沒有那麼好看 或者覺得很古怪 是 就不太好看 她甚至是有想過 就是幫兒子去召妓 嗯 那雖然我不是和大家討論召妓 是不是什麼合不合法 那些什麼好不好 我不是說這些 就是她都想過這個方法 去突破她的兒子 是的 去幫兒子的機會 去幫兒子的機會 什麼 那是不是真的要用姐姐的身體呢 你可以有想一想的 嗯 會不會 就是剛才說 就是真的你給錢去解決 嗯 或者是用其他 不是你的身體的方法去解決 我又亂說 對 你真的去台灣訂一個人形公仔 給她玩 對 我也覺得是一個方法 對 這個方法是否好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bringstorm 我沒有考慮過 但這個可能也是一個方法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因為聽起來實際上 你弟弟可能小時候被人欺負過 所以我猜她某程度上 對人也會害怕 嗯 因為我又不覺得去到 中學也還有一些可能 我覺得去到大學 就比較少人會 複製什麼 因為大家不斷去不同課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 對 對 某程度上你弟弟可能因為 之前的經驗太差 所以某程度他自己都不會去主動 或者他會很害怕這些 我都覺得你幫 反而這個位置 我覺得你可以幫一下他 好啦 那 你講到這裡 莉莉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呢 或者跟觀眾分享呢 沒有 我的確是要 自己去想清楚 我們很欣賞你肯為弟弟而犧牲 甚至犧牲到是 我所謂突破道德界線 或者是身體 什麼道德尊嚴什麼 我以弟弟為先 這件事不是個個都做到 這個姐姐 去到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 我很尊敬你 但是尊敬你不代表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一定是對 那我當然也不敢說你對還是錯 今天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沒有這樣的弟弟弟或者姐姐 但是 值得想一想 就是反思一下 如果你是對的 你再反思一下應該也是對的 是不是 沒有問題的 想多一想 好嗎 希望你 希望你和你弟弟都能夠找到一個 就是大家無悔無恨的相處方法 好嗎 謝謝你們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我們 我和Mika都反過來 在每個個案子裡面 我們都增加我們的知識 經驗 其實反過來也有你們的智慧在裡面 其實你們的感受 就是每位嘉賓的感受 告訴我們 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次的衝擊 原來會這樣的 原來一個姐姐可以為了一個弟弟 就是腳有殘疾的弟弟 可以去到這個地步 還有我覺得 我這樣聽 這是我的感受 因為我覺得你是 你是不是不止對你弟弟也是這樣 你對你身邊的人 是不是也有一些 為了滿足他這種心態 無私奉獻 是不是 你這個人是不是這樣 可能我身邊的人比較少 都是 那 這個我也是 提一下 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 假設你真的拍拖 千萬不要這個心態 因為 有很多人未必是 你幸運 你遇到一個好的 這個心態當然沒有問題 但你不幸運 你遇到一個 知道你是這樣的人 他就可能不停地 拿著掃 拿著掃 所以我覺得 我感覺到你是一個很奉獻 或者很 有一點討好 甚至有一點覺得是 我覺得你要 就是 那些人就說 愛自己 我覺得你要想你自己 多些 中國人有句話叫 這個防人之心 就不可望 其實我誠相 你take care了你自己 你take care了你的感受 嗯 我覺得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是啊是啊 好啦 今天多謝你 跟你說了整個小時 我們錄影時間 五十八分鐘了已經 很多謝你的時間 你的故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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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希望你們兩個可以 就是 找到一個對的方式 對 適合一點的方式 你這麼說 對 對 OK 好 多謝你們了 希望下次聽到你們的好消息 多謝你們 你們有些新的好的進展 好 好 好 Thank you 拜拜 呃 大家聽完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心態去聽 就是當成花生 還是 哦原來了解一下這個世界 有這樣的事 我聽完就是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香港 好像台灣也是這樣 就是對於這些殘疾人士 性需求上面的提供的東西 真的太少了 呃 我在我接觸這個節目之前 我簡直沒有想過 是不是 就是你會忽略了 好像這個世界上沒有這種人 那種心情 有這種人 他們有性需要嗎 就是你不會想到這件事 對 但是其實有的 因為大部份的人 是沒有這個問題 我是沒有這個殘疾人士的問題 但是當你想一想 咦 如果我 揮了隻腳 我真的需要說一句 叫雞的能力都沒有 是的 或者的確你人生社交上 就有很大的困難 你都比較難說 認識到一個女朋友 對 對 一個弱能的 就是可能 只是在智商上有些缺陷 或者精神有些缺陷的人 那人家什麼都怕了你 他還會跟你拍拖 又會跟你做愛 困難一些 是不會的 很困難的 就是我自己不是那個群人的時候 就會忽略了 所以社會是會忽略了這幫人 就是變相就會發生這些事情 是 就是他沒有選擇 而他姐姐是我最接近的人 是 接著姐姐又要 因為take care 弟弟 所以要 有些沒殺了他自己 其實他真的有些沒殺了他自己 整件事就很扭曲 是啊 但是 不應該是這樣 是 所以我希望 哎 有多些幫助 是 那今集這個是 就是很有爭議性的 我覺得大家留言 講自己的意見 就真的沒有問題 你支持和反對 其實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brainstorm 一個腦袋的衝擊 原來有人支持我 有人反對我 我先讓我自己心思熟慮 但是如果你留言 是想說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亂倫 子弟亂倫 那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我覺得 真的 世界很大 無奇不有 就是為什麼會覺得 因為之前 有不少的 有社會 不是很多 有社會的留言 就說 怎麼會有亂倫 母子亂倫怎麼會有 我真的 有沒有搞錯 去了哪裡 這個地球 這個世界 總有一些人是 在他認知化為外 他都覺得不存在 你查一下 歷史上很多貴族 都是靠亂倫的 很多是緊親 是啊 即是怎麼會沒有 有些人甚至說 對著自己的母親 怎麼會硬得起 都是瘦的 你不硬而已 可能你母親不夠瘦 因為他們的狀況 真的很特別的情境 才會發生 大部分人都比較少 遇到這些情境 的確 是啊 就不要這樣留言 你這樣就很不尊重他 也都對當事人來說 是一個傷害 那倒不如你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告訴我們 你支持還是反對 或者有什麼原因 有什麼建議給他 我覺得社會會更加美麗 好不好 好了 我們今集暫時到這裡 如果你又有些什麼 對亂倫的個案 有什麼發表意見 或者經驗 那就快點WhatsApp我們 我們再和你們在大氣電波裡聊天 好不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以上節目是經過生戰的 如果大家想看竹本版的話 那就要快點加入會員了 加入會員之後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裡面有2000個朋友 跟你一起聊天 還有分享過故事的主人翁 都是在裡面的 那現在快點按訂閱 以及加入會員 cuadi fficiency 我們便宜 看到我們 我們便宜 請你們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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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燈